花莲县摊商发展协会顺目年终关怀 若是捐赠60份生活物品给花莲施工所 希望透过施工所的平台 能够转赠给有需要的若是家庭 而市长温家贤也特别颁发感谢壮 并且表示会充分运用整个平台 来传递捐赠者的爱心和关怀 花莲县摊商发展协会理事长吴万生 18号上午协同了李娟氏 还有左干事杨宝慧等人 捐赠了60份的生活物资给花莲施工所 我首先要感谢前代表胡敬远先生 他听着我买来到晋工所关美 他无条件他就关20份的美 来赞助我们所有的悔患 去年做亚持可以非常辛苦 因为大家有这个心要出来 要大家鼓励出来赞助 我们今天才有关闭的活动 市长温家贤特别颁发感谢壮 给碳香协会并且表示 市公所在税末年中也会发放爱心礼券 帮助弱势家庭过去年 在过年期间 我们公所同仁也都会持续去慰问 我们这些需要帮助的同仁 所以在花莲斯公所 除了我们协会的物资之外 我们还会有一口500块的礼券 给我们需要关怀的我们对象 那一口500块 那如果说在礼券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能够让需要的人 能够买他们想要的东西 可以帮助他们实际上的一个需求 那再次要谢谢我们摊商协会 长期以来摊商协会也是非常辛苦 在风吹日晒雨淋看天来吃饭 那也能够有累积一些些的能量 来帮助我们花莲的乡亲 再次要代表花莲市民谢谢你们 市民代表蔡毅阳也特别到场 对摊商发展协会的善举 给予高度肯定 我是毅阳 那我代表会来感谢施工所 还有感谢我们摊商协会 来捐赠我们的物资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那在这边祝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 谢谢 这60份的生活物资 包括了米、油、盐、酱油和炊粉等 将由施工所社福整合平台 转赠给有需要的弱势家庭 施工所集结各界爱心 来关怀弱势乡亲 要让社会更温暖相和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